迷你世界中的卡卡非常的奇怪 她的脸上有九条红色印记 在觉醒以后卡卡获得了一把脉冲弓 并且这把脉冲弓有非常多的弓箭 但是我们发现进入游戏以后 卡卡的脉冲弓箭全部都消失了 小伙伴们难道你们不好奇 卡卡的脉冲弓箭她究竟去了哪里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中的卡卡非常的拥有正义感 如果你见过卡卡请点一个赞 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迷你宇宙中的卡卡 她的手中拿的是长毛 并且根据官方大大对卡卡的描述 我们可以得知她可以成为英雄 并且她的父亲就是星域大英雄祖卡 并且我们在老版本中就看到 卡卡的手中拿着一把长毛 那么觉醒以后的卡卡 她拥有了这么多的脉冲弓箭 那么这些弓箭她究竟去了哪里 我和学姐发现在卡卡的胸前 有一个雨林之心 并且我们发现使用雨林之心 可以成功的激活雨林神像 在雨林神像的后方就是雨蛇城的宫殿 所以我和学姐推测 卡卡应该是用脉冲弓 消灭了雨蛇神 在评论区中抠出3876 你将会知道卡卡 她为什么要消灭雨蛇神 所以迷你世界中的卡卡 她的弓箭进入游戏后消失了 那是因为她用这些弓箭 全部都用来打雨蛇神了 打完雨蛇神之后 她把雨林之心碎片 带到了自己的胸前 你们知道了吗 没错